字幕提供 各位規宾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地方 是我們頭城農場的牛舍 那這個牛呢 也可以說除了狗之外 是人類最忠實的朋友之一 在早期的農村 只要是有田地的人 大部分都會養一頭牛 來幫忙做耕田 所以牛在我們農村 早期它是扮演一個 舉足輕重 崩不可摸的角色 那可是呢 隨著呢 時代的變遷 以及呢 我們這個社會環境的改變 所以這個牛隻啊 在我們的農村 已經越來越少了 同時農場啊 為了要讓各位 能夠回憶到 早期農村的這個生活 所以呢 我們養了呢 後面這幾頭牛 那我們原本啊 只有養一頭公的一頭母的 結果呢 這個公得很強壯啊 一隻生啊 所以目前我們看到呢 ZR Family 大概有五頭牛 大概五頭牛 那到這個地方來呢 我們頭子農場 除了 對這些牛呢 非常的善待它 除了給它一個 良好的居住環境之外的話呢 水牛它很怕熱 所以在我的後方 我們也幫水牛蓋一個游泳池 即使是讓它泡水用的 那所以呢 它在這個地方呢 它過得相當的舒適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在我們這個現場這邊 各位可以看到 等一下可以看到 我們這邊有這個牛車 還有呢 牛也有身分證 我們早期的牛 它是屬於要管制的 所以那個每一隻牛的牛擠 就是它的身分證 要管制得相當清楚 而且呢 牛擠的上面 它記載著它的一些 它所有的一些紀錄啊 都記載得相當的詳細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在我的旁邊呢 也有很多我們牛的諺語 譬如說 譬如說 我們的那個 要跟我們做牛 不怕沒去湯 或者是說呢 好買坐人騎 那所以等等的這一些 都是我們的一些這個俗語 那農場 我們也準備了很多的這個牧草 那所以你到農場來之後呢 如果你有心的話 可以摘我們的牧草來 餵我們的牛 那我相信呢 我們的牛隻呢 都會跟你呢 像剛說的這個互動 那我們敏南化長說 人家說 蒙古頭 你們家會去大樓 那如果蒙古槌 你們家會大富貴 那如果蒙古腳 賺錢穩抖抖了 那如果蒙古蜜 阿爸都會吃百貨 那如果蒙古刀 有好頭路 那如果蒙古賣 會存機會 那如果去蒙古塞 大家回去都不用了 所以呢 今年是牛年 大家呢 不怕來摸一摸牛 我相信呢 會改變你的運氣喔